小爱心 玉林台湾奉献奖得主们齐聚一堂 主办单位林玉林宏泰教育基金会 为了让公益永续 特别邀请历届的奉献奖得主进行分享交流 获得第五届奉献奖的财团法人张老师基金会 相当感谢林玉林宏泰教育基金会的支持 将致力品牌再造 让台湾张老师成为世界的张老师 这次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基金会 这个给我们这个奖项 同时也提供我们一些经费 来帮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透过 这个品牌的再造 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张老师 知道张老师希望当他需要协助的时候 他知道要找张老师 我们不怕服务量重 我们只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 当他需要的时候 他知道要找张老师 我记得那天颁奖的时候 这个 那个林宏南执行长跟我讲 他刚好进来 他说我们希望帮助全台湾的老百姓 都能够知道张老师 目的是什么 不是要打我们知名度 我们救国团跟张老师过去一下都很低调 我们都是做善事不为人知 直到我来了以后 我现在我们的政策是 我们做了善事 也要让人家知道 目的不是炫耀 目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救国团做了什么事情 当你需要参与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你可以找救国团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品牌的再造 我们希望张老师不但是成为台湾的张老师 我们也希望张老师成为世界的张老师 我那天讲 我们台湾人很多在海外 世界各地都有 你看这次乌克兰战争 我们都有留学生也好 还有台商在那边做生意的 现在还在那边 听说最近这几天要赶快回来 你不晓得会不会发生战争 所以我们世界各地都有台湾出去的同胞 他们在那个地方 可能也许受到语言的限制 也许可能受到一些设施的限制 他没有办法寻求当地的协助 可是如果我们这个张老师 变成一个世界的张老师 我们海外的这些台湾的同胞 他需要有人帮忙 做心理智商辅导的时候 他也可以来找我们来寻求协助 我们有专业的人员来协助他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做数位的转型 数位的转型也是帮助我们能够达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 变成一个世界张老师的目标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 在疫情期间我们慢慢 也都开始用线上教学 我们各个的体系 都在用线上开始教学 这疫情造成我们必须要转型 那我们张老师也是开始办云端的教育 线上的教学 我本身就是从小就听到张老师 就是一股安定的力量 他让我觉得 这一次我本身没有参与 给名单或是甚至于投票等等的 我是完全没有参与 这次我们这个林选委员会选出张老师 让我觉得好感动 我第一个时间听到 其实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我自己在感觉 我五十多岁 我感觉有张老师 小时候有那个张老师的力量 到现在那个力量还存在 但是他好像在整个社会的心态上面 有一点弱化 所以我们很期待 就是透过奉献奖 给一点抛砖引玉很小的力量 但是我们很希望看 有没有办法结合其他的社会资源 来看张老师这边 有没有办法再把他的品牌年轻化 然后再让更多年轻的需求者 能够使用这样的服务 这是我们基金会最期待的事情 各界获奖的奉献奖得主 也与现场来宾分享未来展望 那未来展望 我们未来的十年 希望能够新建另外旁边的这栋大楼 因为我们所照顾的伸张者 经过三十十年 原来是十几岁的 现在都是四五十岁 那实际上 身脏者的退化比症状量还快 那我觉得我们期待未来这些 又有身脏又老化的对象 那特别他们的家长 大概年纪更大了 我们能够提供 更进一步的身脏老人的服务 那筹建这个 长照的安养中心 身脏的长照安养中心 那这是未来 期待未来十年内的一个计划 很谢谢 那个玉林基金会能够 基金会能够让我们第一反应 有获得这笔的 这笔捐款 让我们团队很宽心的去冲刺 这样子 那同时也实践我们的愿景 跟年度策略目标 那我们基金会是 我们的愿景是一个是 能够发挥我们专业的影响力 影响全台湾 大家能够把品质提高 这样子 还愿意投入 另外一个是能够创造我们这些 有需要的人身心脏外者 他的美好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说 因为我们的致力 我们这个愿景出来 让新式障碍者很有生命的尊严 跟生活品质 所以我这简单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 那我们自己在做环境教育 在玉林基金会获奖的时候 我们有三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叫永续山林 第二个叫生态城市 第三个无数海洋 就面对这个台湾的面向里面有三个 那对我们自己 还有台湾的环境里面 我们还有一些未来的展望 如何让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跟所有其他人 把眼睛拉到一样的视野 然后把行为也一样 朝着那个目标来迈进 那这可能是我们NGO要尽的责任 也是我们持续要去做的 那非常谢谢玉林基金会 在我们第四届的时候 给我们这个奖项 那这个奖项 它是一笔资金的义注 那我们学会本身就是 有一个人在滚动的东西 那当一个议题 有一个人在滚动的时候 它有其他资金滚动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的面向可以去做 那滚动的速率跟推动的东西 都会蛮快的 所以玉林奉献奖办了五年多以来 我们的确是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他们更认同了这些得主 他们过去在默默奉献的行为 所以我们看到有相当多年轻的族群 他们非常认同这些事情 然后慢慢的想要去加入 去体会到底这些单位 他们在帮台湾社会 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们很期待 有这样的成果在发生 那基金会会在各种不同的program里面 会试着要把新的人才 引进到这些伟大的单位里面 那也希望说有一些新的idea 也能够随着这些人才 进到这些单位一起交流 这是我们很期待能够看到的事情 那它也慢慢的正在发生当中 历届玉林台湾奉献奖得主们 热情分享非盈利组织 如何永续创新的秘诀 主办单位林玉林洪泰教育基金会 也表示 第六届玉林台湾奉献奖 报名倒数中 即日起至3月31号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或推荐挖掘默默回馈台湾的奉献者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